真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接下来这个是远从德国而来 德国KEHL公共行政学院前副校长凯格曼 20号是帅团拜访了花莲县长许正卫 同时呢双方也就进行城市、文化、公共治理等交流 并且和东华大学签署了MOU 县长许正卫是畅谈公共行政与政府治理 进而深化德国和台湾花莲 在文化、教育以及政府治理等合作交流 期盼能够促进花莲与德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现在许正卫特别安排石雕博物馆参访 他表示文化与城市外交透过石雕艺术 牵起双方的友谊 为了石雕艺术即将邀请德国艺术家来花莲创作 之后现在许正卫陪同贵宾参访 准备完成花莲美术馆 唱盘团仔细欣赏而至花莲各地的多件艺术品 不禁赞叹花莲的艺术风格独特 让人打开眼界 现在许正卫分享台湾的每块土地都十分的珍贵 因此开发时都要经过神圣的评估 希望与周边环境结合勇气发展 例如东部总图书馆的建设 宣服启动地方基层座谈 广说民间一件作为正式拟定的参考 例如规划中的风滨山海剧场及饭店 也加入格马兰组的共同讨论 现让传传原住民文化的产业重视有趣经营 同时因花莲的本地灾害频繁 建筑设计中也加强防范在地的灾害 欢迎大家未来再到花莲参访 现场形容表示 花莲县好山好水无染的环境先起的条件 是因为长期重视生态与其勇气发展 推动有机农业的成果使全台模范 有机商品也进入日本以及新加坡市场走入国际 欢迎现在我抢意绿色循环经济与能源的政策 台领打卡再生资源利用中心 透过新科技 环保燃烧垃圾发电 循环经济 玉利普斯格生殖能源中心为全国首座集中型处理 虚无分量造气发电措施达到全面回收零排碳的 省水捡屋 资源循环 减能减碳以及生态保育多重环境的效益 将花莲打造为美丽的风景 兼具永续经营的与其城市 记得就会欢迎欢迎收看